政壇焦點行政院長卓榮泰13號晚上宴請第三批民進黨立委 由民進黨團總召幹事長吳思堯會後轉述晚宴內容 主要是聚焦討論複議案 卓榮泰強調並不是為了要跟國會對抗 而是要捍衛憲法賦予的責任 針對接下來要赴立院尋答 他也會做好準備 院長今天要跟我原本聊些什麼呢 聊天 為了增進行政立法溝通 行政院長卓榮泰分四T次宴請民進黨立委 這回邀請內政外交國防委員會成員 還有立院黨團總召柯建民幹事長吳思堯 出席的官員包括行政院副院長正立軍 內政部長劉士芳 國防部副部長博鴻輝 外交部政務次長田忠光 陸委會主委邱水正等人 場面相當熱鬧 整場晚宴超過兩個半小時 據了解氣氛輕鬆熱絡 結束後卓榮泰和正立軍柯建民一起下樓 好心情都寫在臉上 不過外界也好奇 裡面談了什麼 所以行政院該複議就複議 該釋憲就釋憲 但是主院長一再強調提出複議或是釋憲 都不是要惡意對國會來對抗 而是為了捍衛憲法賦予的責任 作為憲政機關就有捍衛憲政精神的義務 這無可迴避 無私要轉述第三場驗刑的關鍵字 就是複議案針對十九二十號兩天立院要舉行國會改革複議案全院會議 中央泰也表示會做好準備 引引尋達期盼能爭取朝野立委支持 也不忘感謝守在立院的民進黨團 無私要強調主王泰的勉勵讓黨團更加振奮要一同奮戰 而之中末民進黨也會在全台各地宣講要算人民傳遞國會擴權法案所衍生的強悍 聚焦在人民的權利義務上 展覽金方 張凱琳 蔡芳報導